北京时间1月2日 西甲第19轮 赫塔费对阵黄马的比赛 一场大冷门诞生 黄马0比1落败 遭遇2022年开门黑 黄马91天来吞下首败 15场不败宣告终结 此一开场仅仅8分23秒 赫塔费前锋于纳尔抓住米利堂的失误 在禁区内轻松推射破门 黄马0比1落后 本力进球是2022年西甲联赛的首力进球 于纳尔迎来赛季第6球 这也是自2018年3月以来 赫塔费首次攻破黄马球门 黄马遭遇的是本赛季各项赛事第二块丢球 黄马显然是没有进入状态的 休假回来加上人员不起整 黄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第17分钟 黄马前场连续配合 莫德里奇射门击中横梁弹出 之后黄马连续错失机会 安切落地也有点急了 抱怨裁判判罚 被出示黄牌 到了下半场 安切落地换上阿扎尔 马赛洛伊斯科等人也无力回天 最终黄马0比1高负 值得一提的是 黄马上一次输球 还是10月3日1比2不敌西班牙人 之后黄马各条战线13胜2平保持不败 可以说是全欧洲状态最好的球队之一 然而 此发来到了2022年 黄马第一场比赛就大热倒灶 遭遇开门黑 15场不败戛然而止 当然 安切落地率领的黄马在西甲依然有优势 所以本赛季冲击联赛冠军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实际上在巴萨与马进二大对手都拉胯的情况下 黄马本赛季在联赛甚至没有太多压力 球迷们 都在等待姆巴佩与哈兰德到来的时候 一场失利 正好给黄马的阵容找着问题吧